OK 现在我把虚拟机关掉了 我给各位一个大题目 这个大题目就是配合防火枪 你可以看到我们本来虚拟机桥接连线的是BR0的连线 我们回来看投影片 BR0的连线就在这里 本来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就模拟跟你们一样 我跟各位一样在客场上是点零点多少的一个IP 现在我等一下要把虚拟机开到这里来 当成一个虚拟的客户端 我连接对象变成Virtual Bridge 它是一个内网192.168.122.1 等一下它会从这里透过DHCP取得IP位置 所以我要整理一下IP位置 而客户端从外面连进来 连的对象是0.13 再看一次 现在我把我的桥接的状况改成了虚拟网络的NAT 套用之后 我先让伺服器启动 让它跑 所以在这个时候 等一下我们的过程是怎样 我们会需要做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 如果我们的伺服器是在内网中间 我们有一个对外的代表的IP位置 这个IP位置也许是一个真实的IP位置 这个时候外面的客户端呼叫的是你的真实的IP位置 可是这一台电脑将不负责外面的外面的FTP的连线 所以我等一下把这台电脑的FTP关掉 我希望透过防火墙的DNAT的设定 让外面客户端对FTP TCP 21的连线 到达BR0的时候 被DNAT改变目的地位置 转换到内部网络的这个Virtual Bridge 这个网络之中 转换到这之中呢 是由他来负责FTP的服务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一部分的实作的设定 在我们平常的活动中比较少看到 这也是我们很难得利用这个机会 跟你示范一下 对于FTP伺服器 然后用这个DNAT的过程来完成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先回来看一下我们的伺服器的状况 这个是这个 密码 因为我已经把网卡改成了另外一部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网卡所遇到的问题 可能就要去调一下我们的那个IP的设定 我可能设成了固定IP 你可以看到还是0.250 所以我到这边来 这都是基本动作 编辑设定 我把我的网卡的设定 我把我的网卡的设定 从固定的IPv4改成浮动的DHCP 把网卡关掉 再重新连线 这个时候他的自动的DHCP 就会打出这个东西来 这个时候我在内网 属于19168.122.157 它往外呼叫192.168.0.1 通不通通的 因为DNAT 我已经讲SNAT的来源位置转换 已经内建在我们实体机的防火墙规则中 这是内建的 那现在的问题是 我在实体机上去颁布的这些设定 实体机上 它的状况是如何呢 IPtables-L 它这边有一般的 input chain的设定 forward chain的设定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 应该是预设的forward chain的设定 你看 从外面来到的风包 目的地是这个内网的 通通只有允许连线 跟相关连线可以进去 其他不相干连线 通通都拒绝了 forward chain就已经关闭了 从外网 通影片 从外网 BR0 进去经过forward chain 到内网的部分 这一台电脑现在是192.168.122.157 这是157 所以它的Ethernail拿的是157 那我先不管 因为这台电脑 刚刚下面的虚拟机 它的157的设定 已经通通都 已经通通都 都设好了 它的防火墙规则 重开机 一样也是看起来 然后所以 我们的本机 就是虚拟机 本身的防火墙 不算是这边的重点 而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想办法 在风包进入网卡 网卡进去之后 到核心 交给路由表之前 改变风包的目的地位置 让风包 先改目的地位置 再交给路由表 而经过forward chain 那这条连线呢 是针对BR0 所收到的风包 协定是TCP目的地破 21 连线状态为 新连线 好的风包 我要让它进来 转换目的地位置为 122.157 把它的目的地位置 变成12.157 再交给路由表 所以这部分 你要回去复习 这边有个 路 这边有一个 路由表 我写个R 你就知道 这是个路由表 路由表在这里 路由表在这里 那 我在这个时候 实体机上 目前没有特殊的设定 如果要看实体机上的 NAT Table -T NAT 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 Post Routing Chain 它专门针对的是 来自于12的直网 它的 Pre-Routing Chain 没有任何设定 刚刚按照 这样的规则 我们的风包是需要在进入 Pre-Routing Chain 也就是风包进到防火墙 还没有到路由表之前 这就是Pre-Routing Chain 所以我要跟它说 加一条规则 加一条规则 Pre-Routing Chain Pre-Routing Chain 收到风包的网卡 是实体机的 Br0 它的协定 是TCP 目的Deport 是21 连线状态 State DashDashState 为新连线 我先不在意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 对不对 它可能是外往任何地方来的 新连线的风包 连线状态 为新连线的风包 我要让它改变 目的地位置 DashJ 目的地位置改变 叫做Dnat Da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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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DashDestination 目的地是 192.168.122.157 再看清楚 这是在实体机上的设定 它在NAT table中 加一个规则到 pre-routing chain 这里的规则会在 风包收到网卡 进到核心 进入路由之前 然后呢 由BR0收到 进入路由表之前 协定是TCP目的地破21 连线状态为新连线的风包 改变的目的地位置 变成12.157 变了12.157之后 再交给路由表 这样一来 外面的人 就可以看到 来我拉一个终端机出来 这一条终端机的IP是 15 我用15去呼叫13 FTP 192.168.0.13 到得了吗 到不了 连线被拒绝 是谁在拒绝我 是谁在拒绝我 到底是谁在拒绝我 所以这个时候回来看一下 投影片 再看一下 如果我刚刚在这里 已经将 我刚刚在这里 已经将 外面进来的风包 改变了目的地位置 目的地位置改变之后 交给路由表 按照路由 它就会被打到 BR0送过来 可是是谁阻挡我 刚刚的FORWARD CHAIN FORWARD CHAIN阻挡我的原因是 它不会允许 新连线风包进到这里来 既然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要对FORWARD CHAIN 加一条规则呢 你看 它只允许 目的地是 12.0的风包 连线状态 是 以建立连线 跟相关连线的风包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 我有必要对FORWARD CHAIN 再加一条规则 在FORWARD CHAIN上面 专门针对 收到风包是BR0的网卡 连线的协定是TCP 目的地破是21 连线状态 DASH DASH STATE 是新连线 连线状态是新连线 这种风包 我要让它过 我要让它过 DASH J ACCEPT 这样子一来 我把外面的终端机抓回来 再连一次 上了 可以吗 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用FTP登入 成功 LS 可以看到 Upload 到了 所以你要让外网的人 去连接内网的设定时 一定要切记 你在这个地方 所看到的 第一个是 针对IPTABLE NAT的 Pre-Routing Chain 收到风包的网卡 是BR0 协定TCP目的地 21连线状态 新连线 切记 当你使用连线状态 我想 你一定要连续的使用 新连线 这种连线状态 来允许新连线进来 而不是硬性的开放 所有的FTP TCP21的连线 这是危险的 你只要用 你要指定TCP 目的地破21之外 还要跟人家讲 这是新连线的风包 改变它的目的地位置 是到 To Destination 这个地方 改了不算 风格线要允许它过 所以我用插入的I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后面都差不多 我是允许它连线 于是 这个连外网的人 外网的人 就可以连到FTP了 问题是 我看到列表 可不可以下载 洗滴 Up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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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 你看 LS 看到 我把EWA抓起来 E.WMA E.WMA 过吗 Fail to open file 它的全线不行 看到没 E.WMA全线不行 全线不行 有它全线可以 有它全线可以 全线不行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不正常全线的 所以我要回去 到SRV 的App的Download 的App的Download 在这里看到 Upload 我把这里这几个檔案 全线改一下 CHANGEBALL 644 全改了吗 改了 那这样我可以下载了吗 GET GET 1.wma 成功 OK 都OK了 这样子 FTP伺服器讲完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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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